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今天是我们在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 也是一期特辑 有两个主要内容 一个是郑重的感谢观众朋友们在过去一年给我的支持 让我达成了一万的订阅 第二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在八个月内从23个订阅做到一万订阅的 我的一些经验和分享 那么下面让我们步入正题 首先必须要向每一位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向你们表示感谢 也要向YouTube这个平台表示感谢 因为这个平台确实是我见过的所有平台中最公正的 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只要是肯去花功夫 肯去花时间 有这个创意 有这个魄力去自己做一些东西的话 那么它的官方它会给你进行一些推送 给你一些流量 让你能够被大众观众们所知道 所以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踏入一些组织或踏入一些体系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也是需要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和认可 如果说观众朋友们不认可 那么人家给你推送了 给你推动别人的手机上 别人看完了以后 除了骂你以外 其他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看到从我做YouTube以来 这一路上以来 有很多的网友 我的多的都数不上名来 在下面每一次留言支持我 有的不留言点赞支持我 这我都是砖头都是记在心里 铭记在心 在这里向大家致以最真诚 最诚挚的这样一个问候 这样一个感谢 谢谢大家 那么我觉得在当今这个社会 你如果有一个平台 或者有一个机会 站在众人面前 让众人来听你说话 这首先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说别人得卖你这个面子 就是别人要花这个时间在你身上来看你 别人如果说不看你 那就屁用都没有 对不对 别人就不喜欢你 别人不给你这个面子 那么你有再好的东西 你也展示不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三强调 感谢观众朋友们 而且我不止感谢这些留言支持我的 跟亲朋好友介绍 推送我的 还有给我进行点赞的这些网友 我不止感谢这些 我还要感谢很多沉默的大多数的网友们 这些网友们可能就是我只是你们 我只是很多网友们生命中 那个微不足道的过客 你们可能就是看了我的视频完了以后 顺便 这个光头说的还有那点意思 但是好多不对的地方算了吧 给点个赞吧 或者点个订阅吧 以后再看看他在放什么屁 是不是 就这么慢慢的订阅就上来了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网友们 你们的一次订阅 一次点赞 一次留言 那么反馈到我这里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做的东西有人看 我不是在一个人对着空气讲话 那么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我也会继续的成长 思想也会不停的发展 学习 完善 希望能做出更多的 有意思的 或者是有意义的视频 这样来为大家的生活增添那么一点点的色彩 这是我觉得我能够唯一的能够回馈大家对我支持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跟很多其他的YouTube来分享一下说 我是如何做到一万个订阅的 在八个月的时间以内 那很多人都说 你八个月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有的朋友一个月就上万了 是 没错 但是我觉得风格不一样 有的人做娱乐的 做吃播的 是吧 吃东西 还有的做一些搞笑的 还有一些做一些旅游的 还有的美女 穿的特别清凉的这种美女 人家也是粉色增长快快的 我们跟人家是没得比 但是我是想跟很多像我一样 有想分享自己观点 晒出自己想法的这些网友们 我来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坚持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坚持 跟一般人说的坚持不太一样 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我每天默默更新就好了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节目质量不过关的话 那么你每天更新 那么最后观众可能觉得你的东西确实没东西 他彻底对你死心了 那么你的观看量反而会更少 你的观看量更少 这个YouTube就不会来推送你 就不会来支持你 所以说我说的坚持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更新方面坚持 确实是要稳定持续的更新 但是并不强求你每天更新 另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坚持的不断的完善自己 就是你跟大家讲的东西 必须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在私下面要用功 你要准备 这个一期节目 不如说你站这一拍脑袋 我想说啥就说 不行 你要去查 你想的东西 你要有一个稿子 你要有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记录 大概一个大纲 今天你要跟观众朋友说什么 因为谁的时间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人们看你的视频 是要支付他们的时间的 我记得几年前 罗振宇在是哪年的跨年晚会上 他就说过一个关于时间的朋友 在那次晚会上 罗帕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说时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货币 有很多人不去做一些事情 并不是因为他不感兴趣 而是因为他支付不起这块时间 那么所以今天在自媒体时代 在YouTube里面也是一样 你这个视频 你不管是一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一个小时 不管你的视频多长 观众朋友们看你的视频 他就要花掉相应的时间 那么这个价格和价值 大家以前都学过 是吧 价格围绕价值进行上下波动 那么这个价值是横顾不变的 也就是说观众朋友们 他支付的时间 最后要对应到你这个节目内部的价值 所以说你这期视频能够给观众提供什么 你或是提供给大家美女 或是给提供大家美食 或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新鲜刺激的体验 给大家展示一些没看过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我之前有一个老头 叫什么时候木头爷爷还是什么 忘了 给孙子打造那个鲁斑垫 鲁斑斧 整个画面没什么配乐 就是一个老头拿个锤子木工 敲敲敲木头 怎么损毛 坐着桥什么的 我没见过 我还经常订阅了 我还就看一看 就是一个老头做东西 老爷爷做东西 所以说人家提供特殊的东西 那么我们做时评的关键就是要 提供给大家一个角度 一个视角 正所谓什么呢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那我们做时评的观点 观点就是在于说你要有一个明确的 属于你的道路和角度 你不能说你的观点 就是说随大流 跟大家 大家都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那人家没有必要去看你这东西 你要提出跟大家不一样的观点 但是你同时你又不能什么呢 为负心词 强说愁 就你不能是为了标心立意 你故意说一些噱头 最后没有理论支持 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坚持的第二个点就在于此 你如何能够提出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呢 你就要多读书 多增长阅历 多接触一些东西 那么这样你就能够真实的看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说出来 对大家就有个帮助 大家花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 收获了他们可能是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get到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赚了 因为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你的节目就是有价值的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就是关于坚持 第二点就是兴趣 就是说你做一个事情 你得爱好这个东西 有一句话说的好是说做一行爱一行 其实这个话咱们应该从小就应该反过来说 是什么呢 爱一行才做一行 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进入这个YouTube的领域 那么你就要想一想你是否真的喜欢在屏幕面前在镜头面前向大家分享你的生活 分享你的想法 分享你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真的喜欢 那么你来做这行 如果你不喜欢 那么这一行将会夺去你生活中的一些乐趣 一些享受 有很多朋友你们做这个YouTube 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个OK的 非常OK的 但是我只说这个只是抒发感情的这种YouTube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理论一样 大家都要花时间花心思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要得到一些什么 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接受别人所倾倒出来的一些心理的垃圾的东西 大家都在这个平台是要找寻一些快乐 找寻一些知识 找寻一些收获 没有找垃圾的 所以说你真正要喜欢这个行业 你喜欢比如说我吧 你看我就喜欢白货 我是北京人 我就喜欢跟别人说话 而且我还喜欢挑毛病 不管是这个教育的毛病 生活的毛病 情感的毛病 时事的毛病 政治的毛病 我看这毛病我就想挑 我不挑就难受 那么如果其他想做这个平台朋友 你们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也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寻找到你的快乐 就是你做这个视频快乐 我其实这段时间 开年到现在五六天 我没更新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我要处理 所以没办法 抱歉了 对诸位 因为有的网友已经给我留言了 说该开工了 歇了好几天了 是我这个是心里很愧疚 因为我这个是度日如年 我做视频 从我这个二三个订阅做到现在 可以说到了中后期以后 我每天不做一期视频 特别难受 我就通过这个平台 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视频窗口 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聊一些什么 聊一些我的观点 聊一些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我不聊就难受 所以说就是说这是今天说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你要喜欢这个行业 有乐趣在里面 那么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呢 是一个比较扯的一个观点 其实就是随缘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给自己想的太高 就是每天订着那个订阅数 订着那个评论留言 你保持一个什么呢 得知我性 失之我命的态度 很多人说 那你这不是废话吗 你这话我谁都听 有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的话 大家都不注意 其实呢 恰恰就是真理 实际上啊 你看我 我有的朋友跟我说 哎呀这个 砖头啊 你啥时候上一万啊 你啥时候上九千啊 就说你上一万这事吧 有的朋友跟我说 我说你年前就能上一万 这样还要努努力 我跟他说我说 我说不着急 我说我不能不能确定 我年前能上一万 我也不抱这个希望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我之前说的 观众朋友们喜不喜欢你 是决定你上不上一万的根本原因 那我不能保证 在这个年 就是去年2019年最后的年尾这些天 这些天 有足够的人喜欢我 所以就给自己放松一点 我说那我可能是到过春节的时候 能上一万 也可能我过完春节能上一万 也可能我到三月份我才能上一万 我不知道 按这个趋势 但是不好说 我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说我一定要努力更新 我未负心慈 强说仇 我一定要推出一个什么节目来吸引眼球 咱不弄这个 该怎么干 就怎么干 水到渠成 所以说这也是我给很多网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忠告 或者是一个建议 为什么我放到最后来说 就是很多时候 你去强弩着 你没有快乐 你的节目也没有质量 倒不如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 乐观的心态 随遇而安 能有多少是多少 这样的话 你在做节目中 你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平和心态 你的节目质量反而会高 咱举个随便举个例子 可能不太恰当 前两天死冬季 是吧 因为很多人围攻他 他把评论关了 结果评论关了以后 一个月还是几天 他涨了两万粉丝 两万订阅 他自己还很高兴 很嘚瑟 死冬的人特别逗 所以 但是我后来看他的视频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死冬和他媳妇 自从关闭了评论以后 是真的是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他们就不在意这些东西了 他们真的这个节目 反而其实质量是比以前做的要高 即便我知道他们有些观点 他一说我就知道 肯定有人在下面如果有评论的话 肯定还要网死了骂他 但是因为他评论关了 评论关了以后 他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他就不在乎了 不在乎他就敞开了说 其实反而会有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到他们的优势 关注到他们的一个热点 一个优势 一个长数上面 所以说这是我说的第三点 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所以说节目最后 我也是再一次的感谢观众朋友们 对我的支持和对我这个节目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继续的支持我 能够继续的鼓励我 还是那句老话 我非常喜欢和大家在评论区来进行一些交流 哪怕有的视频就是说留言特别多 我没办法挨个回复 但是您的每一条视频我都看 包括那些骂我的五毛和粉丝 我也看 只不过有的骂的特别过分的 而且特别无脑的 我看完以后 我只有直接给他拉黑了 这样也是侧面锻炼我的氧气功夫 这个对我的心态的心胸的修炼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好吧 那今天算是咱们2020年的第一期 我这嘴有时候还想说2019 咱们2020年第一期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希望我能给大家持续的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